大家好 许亮继续跟大家分享 嫖赞玉导演汤伟主演的分手的决心 Decision to Live 最近更新的频率肯定让很多熟悉我的观众打跌眼镜 从来都是你们催更 最近是我拽着你们往前跑 我相信你们的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时间 能够跟着我这样更新的速度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我是觉得聊这个电影是比较容易的 就像我在前面四集的时候 可能多多少少透露了我对这个影片的一些态度 但是它确实我一直得承认它细节非常的丰富 我们就找 对我来讲没有压力 找到就找到了 没有就没有 其实我也上次在一开场的时候 分享了一些 我说关于成瘾现象的问题 聊这个事情也可能是一个话烙 话烙是一种病 对不对 就是说话说多了 其实也是一种成瘾 你喜欢一个东西过了它的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节制的点的话 就是某种程度的诚意 那我有没有反思自己呢 我是有的 其实我每一次分享任何内容之前 有时候都会啰哩啰嗦 说一堆比较个人化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不只是说我有很大的ego 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也是为了让我自己能够正心 我得把自己的谈话的节奏调整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是需要进入状态的一个准备的过程的 我觉得通过我自己真诚的一个对自己的反思 其实能够更好的找到那样的一个谈话的一个节奏 当然同时你说我有没有其他准备 有 这是你看不到的 这个准备其实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祷告 我其实每一次在打开电脑之前 我会默默的祷告一下 有时候甚至是说出来的 我就是要确定自己做这个事情的目标 是一个我原来思想过的 我认为是值得去的一个目标 当然我们在现在所在的地方和我们要去那个地方 通常不是一条直线对不对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这是一个公里 不需要证明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世界上在现实当中 你有一个梦想的一个目标 或者说你觉得那是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要detour很长时间对不对 山山水水 这就是我们聊这个电影也是 它是有山有水的 有时候山清水秀 有时候高山流水 对不对 它是有险境的 然后有时候得绕路的 对不对 我聊的东西看起来和我自己心目中设想的大的目标 有时候是有出入的 但是这不妨碍说我每一次提醒自己 我真正想去那个方向在哪 那就和我们再用山和海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 比如说我们我们目标是大海 对不对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们这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我们在一个山山巅上 现在在山上 我们看到大海了 甚至说这就是一个海边的一个悬崖 你就站在山上 然后本来这大海是你想去的 最快的速度怎么去 就从这个悬崖上跳下去 摔死就去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不想死着去 我们要活着去 那你最好的办法 可能就是你再从山的另一侧慢慢下来 绕很远的路 想办法找到一条通道走到这个海边 其实我有时候很多聊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我个人觉得和我的一个个人的使命有关系 没有 但是这个不妨碍我大方向 这是需要我去做自己的心理建设的 好吧 今天我就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差不多进入状态了 然后开始之前 再次自我介绍 我叫旭亮 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君 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泛文化的话题 谈究人生的意义 希望你喜欢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 是一个极星的分享 所以说错说的啰嗦的地方 请您多见谅 再一次 这是我聊拉片赏西这部电影的第五集 希望说这是倒数第二集 我希望再有两次赶快把它做完 其实我心里头想做的其他的内容还多着呢 我就简简单单 我有一些特别经典的英文歌曲 我特别想跟大家有时候抽空 我也思考思考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对是我想知道 我相信肯定很多歌说了出来 你也很熟悉 加州旅馆 Hotel California 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呢 那里头的Mission Bell到底是什么呢 它要描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的状态 对不对 那个歌词是多么的神秘 那个音乐当然就更别说了 我们其实前一段时间 Eagles就老音乐队就在我们这儿有一个演唱会 我当时真的是忘了 但是我就是特别可惜错过了 然后我听了一些去演唱会的人 我就是很想跟大家聊聊这个 包括还有这个那个著名的以色列犹太人 那个老头唱那个Hallelujah 对不对 那首歌 那首歌 那首歌讲到的这些大卫王 在晚上看到一个女子洗澡 然后这些事情 非常非常值得去仔仔细细的想想 他可能在说什么 然后我还挺想讲这个 意大利或者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上 米开朗基罗画那个组画是吧 那这里头处处都是有 值得去大篇幅的讲解的细节啊 这我都不知道这一生能不能够用 总之就是我知道我想去哪里 我想把这些真善美的东西 能够通过自己的讲述 让自己更清楚 能够通过我自己寻求的过程 也展示给别人看 这是一种分享 这种分享是一个 以著名的基督教作家 C.S.路易斯 也就是写过纳尼亚传奇的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我觉得神学家 哲学家 也是学者 也是小说家 他讲过就是关于我们的这种 所谓的喜爱 或者是快感的这个事情 有很多东西是说 一旦满足之后就不再需要 而且是说极其厌恶 比如说喝水这个事情 我渴的时候 我急切的需要这个饮水去满足我 但是一旦喝饱了之后 你再给我喝 你就是折磨我 但是又有一种快感 是当我们比如说早前起来去农田边散步的时候 然后闻到了那样的一个农作物的香 芬芳香气 大地的味道 空气的感受 你那个感受不是说轻而易举能够过去 它会深深的留在你心里 而且你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感受传递给别人 你希望再一次的有机会邀请你的最亲人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跟他们一起走这样的一个旅程 对不对 那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种快感 所以我当然说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试图去做第二者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东西好 但是有没有在一二者之间的呢 也可能有 好吧 不废话 开了个头就七分钟 那上一次我聊到就是海俊在他太太身边 还是晚上睡不着 出来擦车的时候主要的目的为了给瑞来发短信 这一段是有很多解释性的东西 但是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在于海俊用非常纠结的心态 打一些字 然后又删掉 又重新打 然后瑞来的新的信息也不断的incoming 不断的涌入 那也会不断的打破他自己想参与互动的节奏和目标 这个本身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相信每个人我们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你本来想说这个但是欲言又止嘛 然后切一个大井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地方的雾 这个离谱的这个地方真的就是满满的雾 这个雾的意向也还是不停的在情节当中故事当中反复的出现 有时候会有一些隐喻 那情节上的交代其实就是 瑞来觉得自己忙不过来了 然后他星期一要照顾那个老太太和案情和他前夫之死 直接相关的一个不在场证明的一个人物 没有人可能没有人照顾 他也很着急 那海骏真的是巴不得去帮瑞来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海骏所谓爱的几种语言里头 海骏可能是也是愿意通过服务对方来表达自己爱意的人 当然他在这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点撒娇式的 因为他失眠所以他开玩笑半开玩笑 其实所有的玩笑里头都多多少少 还是带着几分自己的用意的 大家要注意 你开玩笑的时候 其实别人是大概能知道你心中想说的一些潜台词的 他跟瑞来说 相比于因失眠而快猝死的刑警 说自己 那活着的老人更重要 一方面表达自己的愿意去帮他的 这种善意一方面 其实就是说我也需要爱 我也需要你的爱 我去找你其实也是寻求爱的一个过程 那再次出现了屏幕后面 这个聊天泡泡 对方正在打字的这样的一个三个点中的后面的凝视 这个凝视不可以说是瑞来的 还是我的理论就是这是另一种死亡的凝视 但是死亡在我们的和人交谈当中 还是悄悄的盯着我们 好 他就是非常包括一个一个问号 应该怎么去潜词造句 他是一个非常注意自己言语的人 所以当他嘴里头说出来的一些话 他是分量是值得仔细掂量的 特别是当他最后所谓崩溃的时候 他想了半天讲到说我完全崩坏了 那是一个他深思熟虑的一个词 OK交代这个绿色的笔记本 这个绿色的笔记本里头 当海军去跟老太太讲的时候 其实就多多少少是他逐渐在发现 瑞来有一些事情还是瞒着他的一些细节 我慢慢说场景一转海军已经到了瑞来的家中 然后这个镜头很有意思 说现在是一个低光低照度的一个笔记本的一个特写 对吧 几乎是没有什么颜色 就是外面的一个晴天的这样的一个色温 比较蓝色的 有了光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 所以圣经讲上帝说要有光的话 光是非常重要的 光是直接定义颜色的 如果没有光的话就无所谓颜色了 这是肯定摄影的人都知道的 这个本的封皮也是用墙纸的纸去包装的 这个是瑞来自己写好 自己画了一个东西 自己加了很多东西 然后他还是用自己其实蛮擅长的一个拼贴的方式 而且这种拼贴的方式也在后面对应的 就是瑞来当时拿那些剪下来的字之后 告发他老公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就是说这个本里头体现了非常多的细节 是一点一点的让海峻理解到 原来我当时那么盲目的相信了他 非常的精妙 这个设计感特别的强 你想想他后面这个本等一下再说 之前有一场戏他第一次来到瑞来家的时候 瑞来当时跟他讲到骨灰罐 然后他作为刑警要问四个芬太尼在哪 瑞来说在这个罐子里的说如果你好奇的话就看吧 你可以自己打开看 当时很显然他不好意思或者他决定 我如果当着你面子看的话表明是对你的不信任 但是因为他要瑞来已经很大方的让他自己单独的进入他自己瑞来的房间的时候 他的好奇心就不可能再遏制了 他想了想拿了本之外了 这个事情不是他应该做的 但是他做了还记得这个烟灰缸吗 还是他帮人家接烟灰缸的这个一幕是不是曾经可能发生过呢 是可能的 他就打开了这个 我之前说过的话这个外头布的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保护 极其脆弱 极其隐秘 极其隐私的样的一个意象 因为这个质感和汤伟当时被警察局拍的那样的一个被虐待 包括他丈夫刺青的这样的一个私处的内裤的质感是一样的 那多多少少这个他进入他的隐私的空间之后 然后再一次进入他更为隐秘的一个地方 这是这是里头的隐秘 当然你也可以说香水有毒啊 或者是说这个女人还是有很强的一个伤害性的 毒品本身当然是说芬太尼可以给人非常强烈的快感 对吧 他是毒品 美国最严重的一个现在受到影响的就是说芬太尼的泛滥 它是可以给人快感 但同时它是可以治人死亡的 而且终归是要治人死亡的 这个东西是绝对不是用来帮你的 那在整个隐秘的最里头是不是 瑞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它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毁灭伤害的一个本性呢 盖上盖子之后场景一转 看这边是盖上打开好 这个衔接在这个影片里头非常多 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匹配的多多少少匹配的剪辑 非常微妙的匹配剪辑 这个画是很显然 瑞莱自己剪出来的多么细啊 多么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手工的工程啊 然后他有这样的功力 他就有那样的功力去 用拼贴的方式来告发他老公 对不对 然后看这个台词啊 往东走250里的话有个游水峰 这个游水峰就是通过后面的细节我们就知道 这个就是瑞莱的老公爬的那个山 所以这里头可能不是山海经了啊 有可能一部分是有可能另一部分 就是瑞莱自己心中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他甚至无意识的或者是说他写下来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个游水峰不是那个山峰现在的官方的名字 不是一个正式的名字 而是他老公可能跟他说过的 这个在民间把这个叫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不是250里呢 也许是啊 我们看到他后来坐那个长途汽车 这座山的山峰藏在深处 每一句话你想只有登顶的人才能看到 他是既在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建立这场戏 同时又是多多少少带着诗意的 谁登过顶啊 他也登过顶 他老公也登过顶 不是瑞莱也登过顶 瑞莱的老公也登过顶 然后他经常是站在山顶上的 对不对 然后关于男人的手的这个事情 老太太就说你的手还是挺软的 这个话的意思呢 多多少少要提示我们 就是为什么瑞莱这手之前好像那么糙 为什么海俊就摸一下觉得特心疼 给他拿润手膏 很快今天我们会拉到就是说 海俊也去走那个游水峰爬的 爬山的过程中 那个沙石把他的手就很快就磨坏了 也就是说其实瑞莱的手 过去也并不是那么糙 也不是说他真的受了多少苦 干了多少糙活 他的手就好像像他那样 焦滴滴的说 是不是韩国的女人手就都是很光滑的 他的手可能比韩国的女人还光滑 这是他非常非常令人恐怖的那一面 就是你看起来他们在古四那样的一个对话 是多么真诚 对不对 他甚至是娇羞的觉得自卑的一个状态 但实际上他不是 海俊还说我的手还有老简 后来他当他自己手被岩石再磨成那个样子的时候 他才了解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个手的意思的谈话 是和后面他攀登山峰 重新寻找真相是有关系的 那是他必须得体验之后的 用自己感官接触 看到结果之后才会是这样的 那这个老太太后来其实说的这句话 其实就是在夸说 说原来瑞来的那个手曾经是非常非常软的 他的手和嘴唇一样软的 那后来就变了嘛 对不对 瑞来去爬了那个山 138八阶的这个上升之后 回来就变了 这个时候海俊 已经有有多多少少在想这个关于手的这个事情了 他说真的吗 瑞来的手真的能让我们感觉像嘴唇一样吗 刚相对不上 但是老人家嘛 然后放歌这个事也是 继续以手机的这个方式才会通过情节 把瑞来是那样的一个隐藏的秘密杀人的这些事实 隐藏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道具 那海军怎么可能不注意到 对不对 然后里头 这是还是解释性的这个桥段 138阶的是个问题 他很敏感的就是想到 这就是当案发当天 然后他打开之后 这一个镜头是为了后面死亡凝视去先预埋一个 一个前提 到这个时候 他还完全没有开始真正的怀疑 只是觉得说有点不对 他根据自己刑警的本能去问 然后这个星期一的事情 他这个时候问了这句话之后 发现老太太其实对自我的这种认知已经非常的模糊了 他已经非常的糊涂了 可能是老年痴呆症的这种表现 他甚至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老人 所以当他叫他奶奶的时候 他是往旁边在看 说你在跟谁说话 这个举动就让海军继续觉得说 哇那你 连星期都不懂 他就很快明白了 看他又快速演动了 因为他这要面临的崩坏的危险了 我的判断力呢 我的自我形象 我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呢 我完完全全被骗了 他知道说原来其实锐来把这个念头埋在了老人的心中 就是我来就是星期一 锐来在某种程度上 他是非常persuasive 很有说服力的 他居然能把这样的一个其实短期记忆已经丧失的老人给他预埋那么多可能的问题 我来就是星期一 正军机的物等等 对吧 之前都已经建立过了 再次用这个变焦镜头 这就是有点悬晕 就晕了 这是vertical的那种表象 镜头一转出来之后 这当然是监视镜头的那个摄像机 然后通过不同时空的平行剪辑 把瑞来和海郡在这个事情上 海郡获得真相重走瑞来当时走的路的一段快速的交代了一下 非常methodical 他的这个方法 就一定要是说分秒不差 然后一步都不差 我一定要用这个秒表掐着 几分钟怎么怎么样 几分钟怎么怎么样 然后当然在到了这的时候 朴在玉就在镜头设计上就有更多的野心了 就是我要实现镜头内的蒙太奇了 主观镜头在外头看 早晨几点他来 他还在睡觉 瑞来当时应该是几点来的 然后穿的衣服是红衣服 这个一旦就是说瑞来变得就是说非常 在海郡心中非常危险 非常可怕的一个时候 瑞来基本上就是红衣服 当然他自己面临危险的时候 他也是红衣服 然后手机当然也是红的 这些事情都是危险的 换了手机 这个当然是大概率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是导演通过他的猜测和现实的这种回放 把他们不光交代现实也连接认知 这就是同镜头蒙太奇了 对不对 然后光线也在变化 把不同时空放在同样的一个镜头里头 当然这个就是你看他拉这个门 浴室的浴缸的门 然后这边就是车门 对吧这种匹配就是他一定得先有一个想法 然后他最后他就直接甚至故事版上都已经画出来了 就是很精确了 然后很仔细 然后随着时空在变 然后人物不停的变 这边刚才是瑞来关门 这边就是他下车 然后下车之后就再接瑞来本身 很高效 然后也完完全全没有任何混淆的意思 这个哥们 齐先生的这个声音也都已经在这个时候就就扑进来了 他的这个YouTube直播给大家讲 有水风的攀爬路线的这个直播 这是剧停式的交代 他就好的导演不会因为就说故意给你 为了解释给你听 好让你理解这个东西 专门拍一些特别无聊的东西 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玩的东西 他不和我们的情绪和情感无关的地方 那就怎么想办法通过这个深化的对位 或者不对位实现高速的一个交代 当然这个对观众其实也蛮挑战的 很多人我相信看不下去 也是因为他其实节奏还是挺快的 信息量蛮大的 然后他如果说交代了 他走了一个容易的路线的话 那就是说 按道理应该是瑞来 他们选择了一个更困难的道路 对不对 这是交代性的镜头 又是同镜头的蒙太奇不同时空向 而且这个镜头你看色温都变了 在这个地方镜头的色温是比较高的 然后在这就比较冷 不是刚才这个比较暖 这个比较冷 整个迁移的过程就是 像这些相对是比较解释性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当然最重要的台词是说 这个游水风和刚才瑞来那个笔记本里头的对应 然后对他这么一个男人来讲 他都可以是失守的情况下 那瑞来可想当时的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人一个衔接 然后把整个过程不断的递进 那这就是所谓的手变操了的重要原因 在这儿交代了 然后他这个地方我记得他在哭嘛 瑞来在大声的哭 因为这个声音太难了太痛苦了 甚至说有可能就是爬不上去 那同时声音铺的是他的死亡夫 齐先生哈哈哈哈在那笑啊 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上的反差 马勒第五交响曲第四月章 变完美了 这个变完美了 就是用同样的一个关键字 用关键字来去连接 海峻到了这个地方 这是他在自己的Apple Watch上 继续在录他的一些想法 做一些看案的一些记录 然后海峻瑞来 我是如果其他的情节剧 或者普通的剧情片的话 这地方是非常的不可信的 to be honest 我是觉得我完全不买账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心理惊悚片 所以也无所谓 你看他这个地方交代的 当然就是说 是他那个老公攀爬的那个路线 然后还是解释性的东西 解释性的东西 就是当然这地方音乐配得很好了 我觉得这个电影 整个电影配乐还是挺厉害的 镜头很花手 通过这个 海峻其实看着人家 那个齐先生的直播 在走最后的那一段 然后再一次用了这样的一个镜头运动 每一次当爬高的时候 当他身在高处的时候 也就是山的异象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当然就更复杂了 直接能够交代了 又是一个可以说是同镜头的蒙太奇 挺花哨的 两个人都是穿着红色的 然后又是同镜头 蒙太奇 就是我相信 但是嘎那给他导演讲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这个实现起来 其实也不是那么困难 关键是说要想这个事 这是一个导演功课做的 然后最后确认 这就是和我想象中的一样一样的 死亡凝视 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被他欺骗了 这个时候 然后他就想到在古斯 讲到那个手很柔软 他看到自己的手 他想到 我现在的手就和他那个手一样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这样 他当时不想让我摸 也许不是因为说他 情感上抗拒我 而是因为他有一些东西 他得瞒着我 是吧 瑞莱那个时候 难道不希望 好好的跟他有一些 肢体上的接触吗 有啊 但是他心里头又知道 所以谎言总是 get in the way 是吧 谎话总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当中 哪怕是白色谎言 其实我都觉得总是不对的 我是我个人的看法 包括这个老人 面对其他的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就自己经历过 老人 然后他的孩子有一个病危了 然后其他的孩子就瞒着老人 然后害怕他伤心 一直到那个 生病的这个孩子去世 老人也终于没有机会去见到 他的这个孩子的最后一面 这真的是一个最理想的安排吗 老人不还是要接受那样的一个现实吗 难道就不应该给那个老人 跟他自己的孩子告别的一个机会吗 这是齐先生的指环 然后就有一点点多了 是吧 我觉得有一点点多了 就不停的这么去来回来回换的话 看一会儿也挺腻的 这个镜头当然是更加的刻意 甚至不太真实了 就是交代 时间和把他手上挠了这么一个抓痕 这个抓痕也是海军和瑞来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海军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 然后海军还曾经为了这个伤 特意去找到防水的创合贴 一切本来都是 他就是关心这个人 而没有去关心 应该关心的案子的地方 他被这个女人所迷惑 他不自知 所以这是他崩坏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反省 对吧 所有的这些细节都被欺骗了 当然这个地方 是用齐先生的这个讲述 视频里头的讲述 就是当我远离沉宵之后 一览中山小的时候 齐先生也觉得这个世界 充满了肮脏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甚至 你不管自己多肮脏 首先你觉得说世界不干净 对不对 这也是为什么海峻不停的说 我很爱干净的 齐先生也是说我很爱干净的 齐先生当然虐待女性 然后当然是很肮脏的 海峻是不是有他肮脏的地方 我相信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对不对 我们人的光景都好不到哪去 可是我们都觉得说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而是世界的问题 是啊 从此你死了之后 可能这句话 用这样的声音和这样的画面 并致 这是嫖战欲对这个世界的一个 或者是在这个故事里头 用一个人的视角 表达着他的世界的观念 死了就行了 一了百了了 对吧 我远离了这个肮脏的世界 但是你的灵魂真的已经被抵挡了吗 你已经可以说 自己是干干净净的离开了吗 不好讲 海峻想到了当时 他在这个角度 同样的角度所看到的东西 如今因为知道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同样的景观 心里的感受却完全不同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你看到这个屏幕上的闪黑的 然后同时在在变焦推上去的时候 就是为了匹配这个剪辑的场景的转变 你也可以说第一次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闪 我心想肯定是 这又是一个死亡凝视了 对不对 这刚刚好就是说 齐先生在底下摔死的那个角度 齐先生还在眨眼吗 有可能啊 或者说死神也是眨眼的 死神凝视了一会儿之后也累了 我都第二次在这看到你了 对吧 你要干什么呢 眨眼的时候 同时也是用同样的闪烁的这个意象 这这again这个东西 这种匹配 我说过剪辑的匹配是有无穷多种的 因为它和我们的意识有关 它就是闪烁 我就接这个 这个细节之前是铺垫过 在海郡从天台上监视锐来的时候 就有一次他看的那个地方窗户是黑的 然后蹦蹦蹦 亮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设计是得先设计才能拍出来的呀 他很高兴啊 你终于来帮我了 我也有一天也真的很累了 是不是真的 不知道啊 说实话 你看他的打扮啊 其实他的从他的妆容来讲 一般瑞来打扮成这样的妆容 就是他的那个比较世界那一面啊 你说他是不是总是在追求一个更富裕的生活 这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他也总掉入同样的一个坑 就是说为了追求一个表面化的价值呢 其实让自己活得非常的不幸 然后他通过对对方的表情和这个脏了气息的 对他主要是没有回应的一个 就心想你怎么了 对吧 然后再看啊 登山去了 他能一下子吸收这些信息吗 他还是很镇定的 过来就想坐在他身边 结果海郡就我不跟你一起坐了 因为我和你没有那么信任 我知道这些事情之后 这是铁证吧 对吧 我知道这些事情背后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编剧编到这儿的时候 就是说海郡是一个连珠炮式的提问 没有直接说你杀夫这个事情 是我不能够接受和理解 而是说他一系列的事情都不理解 因为我知道你杀了他 因为我在推想 你为什么杀他 是因为他对你的这种虐待 所以他第二个问题 还没等他回答 就说你为什么受到这样的遭遇 而不去 而忍受这样的屈辱 你还能继续跟他一起生活 然后你也不信任我这样的人 我们这样的人 他每次说到就是我们的时候 他带着自己的一个警察的荣誉感 对不对 他甚至在后面的有一场戏的时候 和自己老婆说话的时候 就说这就是为什么别人不信任我们 我们可能今天也会讲到哪 他就爱说我们这个事 他有对这个职业有巨崇高的 一个自己的projection 他投射 他就觉得说我们是最值得信赖的 您是吗 对不对 也不是不一定是吗 这个通过来来回回交换 这是合理的 是 然后剧情的交代的同时 又开始玩整活 同镜头的蒙太奇 光线也在变 机器还在运动 然后焦点往后推 我就心想的说 朴战云你要不再玩的话 点就干脆在同一个长镜头里头 你再变回来不就完了 不 人家就是当然可能这是必须得解释 那这个贴条的事就和我说的 山海经那个事情实际上是有联系的 那就是他一个是一手所谓 亲手所谓 然后解释性的东西怎么回事 你他给警署写的 不是他给自己工作单位写的这个东西 居然也是亲笔的 怎么搞的 那事不重要 对不对 他就是这镜头运动可能对导演来说很重要 杰先生进了自己的小天地 听自己的古典音乐 马勒第五乐章 第五交响曲 然后听的时候为了 这是发烧友 首先这些细节就是说 这什么大电容的功放 什么的 pre-amp 然后还得有合适的 叫什么texture 墙上回音 你太硬的话就有不好的回音 混响什么的 很讲究 但是同时当然也就是说他和瑞来的这种关系是非常 是一个SM的一种关系 也没有真正的美好的爱情 又是一个同镜头 蒙太奇非常的花哨是吧 然后他解释我就是把这改一下就好了 那他就继续发问 就是你不只是这些撒谎了 然后他能想到 这事你都是 都是你干的 因为你有 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 还是之前他那个手下跟他讲 你反正你 杀过一次人就会有第二次和抽烟是一样的 但是瑞来的这个解释就是说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肮脏 这个世界对我是如此的无情 我只能用这样诡诈的方式去想办法保护自己 为自己 谋求一点点的正常的福利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有多坏 你这手下来了到底会有多坏 我也不知道 我至少先把自己扮演成了一个受害者 我是完完全全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人的 其实我真的不接受 所以我这个电影对瑞来这个角色完全不能在 就简简单单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批判 而是说这个人其实很糊涂 在我看起来是非常糊涂 有机会的话 我会专门去点评一下这个电影的价值层面 我觉得是为什么我说 它是一个精雕细琢的平庸之作 我觉得朴赞宇如果说他对人生的思考 就仅此而已 这是all you can offer to this world 我觉得蛮可惜的 然后这个时候瑞来就要录了 你说这心机 我们不用那脏话 心机真是够大的 当然他很无意的 其实用这样的一个心机的事情 录下来一个他最在意的事情 他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一种 美好的爱 他觉得我又要开始被伤害了 对不对 我一定要再次想办法通过我自己的手段 扮演受害者的办法 能够对我自己未来有利 他觉得说这个时候海军是有可能再次把这个案底翻出来 继续去指控他 这是相当相当可能的 对吧 他这个时候又在为防御自己做下一步的努力了 所以他的这个角色始终是一个obscurity 是没有办法真正走进 你说是海军本身就有一种 海军其实蛮求真的一个人 然后他被他这个又真又假又善又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真的是有一点点玩的团团转在这个时候 所以他他也明白啊 他就觉得说我我是完完全全被利用了 可是瑞莱的心态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对他太残酷了 他看到太多的人其实对他没有那么真心 他也又因为自己不得不对这个世界所做出来的回应 其实其实又是带着恶的而不能够完全的在他面前透明 他的矛盾是在这里 那他就离开自己的座位 然后来抱着他跟跟跟跟他说这个事 这个镜头还蛮强的 过来之后镜头打横一点点 然后但是整体上这个地方是倾斜的 我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还是这个房屋的问题呢 他觉得这样的定性让他心里头当然最柔软的 或者最真诚的一些东西还是觉得很难过 镜头横移过来之后又往上推啊 镜头在运动 离他们越来越近 然后他说你不要这么说咱俩的事情 那海峻能够想起来咱俩的事情 就不是那个公事公办的事情 而是我们personal的事情 他想起来的几个 可能他也觉得说这个这几个事情 同时又是不光彩的 说实话 这三个事情都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说的 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秘密 瑞莱在这个时候 这么说到底只是出于一个对他的安慰和爱 和对这个感激他们两个关系的一个浪漫化的提示呢 还是某种程度上也在提醒他 甚至威胁他 你这个事情 你也要小心点 海峻这么说 我觉得多多少少带着一点点不确定的感受 我这么说出来这三个事 我是觉得你有可能用这个事情来去反击我 他也知道这个事情 他可以用来要挟他 但是同时 你看这个表情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是导演就故意让他演成这样 还是说我解读的 我是觉得这个挺假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这就是这个电影的有意思的地方就是Op Security 极其的不知道 曖昧 看不清和物一样 每一处我们的期望都在不停的被重建和打破 重建又打破 搞得和就是说如果不够强壮的人成了海峻了 对吧 一会就抑郁了 当然不会了 开玩笑了 然后这个时候基于我刚才的分析 看这是整个镜头的运动还挺复杂的 对吧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微妙的 你都第一次看的时候不太会注意到这么复杂的变化 到了两个人拥抱的特写之后 然后起身 继续追 镜头在追他们 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和他们后来同样的一个位置的这个镜头 在大海边还算是比较近了 对不对 他们的距离后来还要感觉更远 为什么更远 因为出了新的事了 海峻对自己的认知和他认为对方对他最最有好感的 地方的那个根源都是他觉得说我是首先警察这个事情是定义我的身份的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签啊 没有警察就没有我 我不做警察工作甚至不做特别重要的警察工作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不再是我 然后自信啊 自信就是说我是基于什么自信 基于我的职业的自信 我对我的判断力 这是我让我觉得能够从里到外焕发出来这样的一种 你喜欢的东西 我也自己认可的东西的原因 但实际上这个不是真的 这是他自我欺骗的一部分 就和说造成他不能睡觉和他老婆关系的那样的一个假象的维持 都是基于他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生命思考不够深入的一个 一个自己把自己哄了的一个小哲学 他这些说的东西我觉得都是表面化的东西 我相信朴湛玥也知道这是剧情 这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可能说的话 他们两个在彼此面前这个时候也不是透明的 因为这个镜头后来就是在这狠狠地推上去一个特写 快速演动 他在找那个词 collapsed 完全崩坏了 礼崩乐坏吗 我不知道在韩国词里头这个词 我们其实很少用这个词 我不知道是不是网络上现在用的很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冷屁的词 崩坏 再次重新回到了 并置的镜头 镜头又往外拉 离他们越来越远 然后他在交代就说 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但是我为了这个事情不要败露 有一个不要败露了影响我自己的reputation 我的声誉 当然我也不希望 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杀人可能在我看起来 道德上情感上我是可以接受 但是毕竟这是法律 你杀人无论如何 都是没有办法正义化 not justifiable的事情 可是你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 对我的欺骗 所以他的崩坏是 对自己职业骄傲的一种崩坏 对自己可能暧昧的爱恋的一个崩坏 瑞莱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形象 在他心中的一种崩坏 你也没有那么好 你对我的情感也不是真的 不完全是真的 我的人生 然后我的身边的人 最信任我的人 也不再信任我了 我的小跟班都看出来了 而且他是对的 他在别人面前那样羞辱我一下 而且他是对的 那警察工作本身意义又如何呢 我引以为傲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终究我在我这个偶像之上跌倒 当我们讲到说偶像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所崇敬或者追逐的 我们觉得特别美好的东西 就是把最终的目标 退而求 其次我们说我们追求到这个就好了 那你退而求其次的这个东西 只要不是那个最高阶的 我们都叫做偶像 不是一个好的意思的偶像 什么是 影视的偶像 而是说偶像本身是一个 人自己所雕琢出来的一个东西 自己拜自己所创造的东西 那叫偶像 拜偶像 然后他就说我 这个镜头就继续往外拉 然后感觉就是已经又沉入海底了 对吧 刚才机位在这个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构图 那后面人就越来越 站在画面中就这个垂直比例就越来越小了 那这也是某种程度上 瑞莱最后的终局 它沉在水之下了 你看压迫感就非常非常大了 对吧 这就是水 水的意象 瑞莱把这彩菌剩下来 留下来的衣服 这是他唯一觉得留在他这儿的东西 然后查一查刚才 他还不知道这词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这啥意思 我不知道这中文翻译的准不准 他这个地方的流泪和第一次的流泪 不知道有多大的差别 第一次是因为 他说出来他对海军的爱情 那这个时候当然爱情再次幻灭 然后这个幻灭 他为什么要盯着这个骨灰罐呢 就是说 我在韩国的可能所有的梦想都可以破灭了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我需要做的 这个酒罐酒壶是海军的 对吧 这个是他在那个山顶上 又重新体会了一把齐先生的路 他也不再想学他了 对吧 我没有必要再去占据你原来失去那个丈夫的位置 海军有一种倾向 就是说 每一次其实都试图在瑞莱失去一个丈夫的时候 他就以某种程度的角色去补充那样的一个缺席 用各种的物件也是这种他想他想占据那个位置的一个愿望的表现 那这个镜头就非常诡异了 从骨灰盒里头 然后前景 然后小变焦 这几乎是你也可以说是神经网络对不对 就好像说一个眼睛 里头的血丝 我是想可能这个地方都都要交代后面他要去除头山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吧 但是总体来讲这个镜头更好的说明了死亡凝视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叠化转场 然后就是也是水里头的 他这叫什么 当时瑞莱跟他讲的 你不喜也不悲 对不对 然后你也没有什么也不用看 什么也闻不到 你就是个水母 他想起来那些事了 因为他的痛苦太大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也抑郁了 那这就是水母在那场戏和这场戏的呼应 但是很诡异的是说 原来是他老婆带着他 一定是他老婆带着他来去看病的 对不对 他老婆那种就是说连抽个烟都是特大的事 赶快打电话解决问题 何况老公抑郁了 那当然得用一切科学的办法了 然后学理科的 对不对 这个世界都是我们可以改造的 人出了问题 我们想不想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 真的能解决吗 那是科学能解决的事吗 科学和医学能够真的能帮助 你解决你心里头的所有问题吗 那就根本就不是 对不对 根本就不是这样 但是有多少人就像他 就像海俊的这太太一样 对吧 养生 你看他太太多爱养生 对不对 咱是为了心脏好高血压 咱也要坚持love making的 对不对 然后你就看他整个生活 你喜欢这样的人吗 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一个为科学派 但是这个是非常comical relief 这个是非常的喜剧的 这个人简直是不称职到家了 而且坐坐到家了 对吧 水母 就是他自己在说什么 他真的自己想过吗 对吧 这是一个又是一个伪科学 然后养生心理疗法 根本他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 对不对 他分析的这些都是废话 是需要他来分析吗 说了这些失眠 你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之后 你能解决吗 就是说一个医生告诉你了 你最近一定是因为什么情绪紧张了 精神压力大了 人际关系紧张了 导致的废话 你都自己都知道 然后他告诉你这个对你有任何帮助吗 没有毫无帮助 这就是现代医学心理学经常这种叫什么 临床心理学 心理医师很多时候特别是差的 我不是说完全否认那个行业 而是说太多的人信赖一个 其实大部分你需要自己帮助自己的东西 但是你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像交给别人 能够让别人帮你解决是 我觉得别人能不帮你解决的 有 但是不是那么多 主要靠你自己 非常做作的一个心理医师 对吧 然后你看这地方好玩的地方在于眼线 就是说他在看什么 他在看那墙上的海折 对不对 他这个时候我想到 能不能不写不卑 心里想的都还是瑞来 想了半天 人家才当提到这些具体的建议的时候才说日光玉 后来他也有回应 午餐前半小时日光玉 得睁眼睛 睁眼睛 他其实爱点眼药 也是想睁眼睛 睁开心眼睛 心里头的眼睛 你打开心里头的眼睛 真真真真切切想一想自己需要啥 他老婆是非常警惕的 你刚来 你对吧 这地方都是有 他就懵逼了 对不对 一下子 没啥可说的 这些都是废话的建议 什么晒太阳 什么 然后家里有热水 废话 他知道这都是easy solution easy solution从来都不是solution 容易的解决办法 永远都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 解决的办法一定都是非常需要 花时间 花精力 甚至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所有这些精神上的这些问题 异于这些问题 就得通过诚实的对话 就得通过发现自己最底层的原因 然后一点一点的厘清自己的混乱 然后去跟该和解的是人和解 解决自己手上最不想面对的事情 这是人能够强大的慢慢的一个办法 然后足语的 我们回头看 这些所有的都是有铺垫的 然后都有回应 给你开多巴胺 多巴胺是这个时代最最糟糕的一个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多巴胺 其实那些看短视频 一看看两个小时的 我们滑手机 各种各样的 为了健身 当然健身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又是一个你健身也不一定就表明你是心理健康的 一定要大家知道说你 那里头关键你的intention是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 还是你如果没有一个目标 你是个混乱的目标 或者是你描错的 描对是一个错误的目标 这些做的这些事情 这些术 这些手段 这些means 帮助不了你的 真的帮助不了你 这就是为什么英语叫dope it's dope 就是可爽了 可嗨了 可酷了 可牛了 但是多巴胺 你不加自己的努力去获取的多巴胺 只能把你嗨了 就和说ponography也是强烈的一个成瘾性东西 因为它能够给你非常容易的去产生很多多巴胺 然后运用这些外面的这些设备器械 这是个多么多么简陋的一个东西 带上多么可笑 是吧 多么丑陋 你觉得这东西能够帮助人吗 你就是说你和后面的真的变成海蛇了 是吗 变成水母了 是吗 然后他自己带了一下 他马上就摘下来了 不舒服 你知道吗 他一个大活人白天带着都都带不了几下 但是他要推荐给自己的病人 然后他还特别在意自己的发型 摸一摸这个 你说海俊对这个事情有任何的好有感吗 无感超无感 他来这地方完完全全都是他老婆拉着 对不对 这个信仰科学的老婆 你看看回去回头会怎么执行 这个医生的这些建议 科好玩的 我觉得那些细节 然后非常红色的危险不舒服 反感 然后强烈的情绪等等 鲜血死亡又出现在这 他老婆关心的事 我吃了 还是养生 我们要关注自己的 只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就好了 至于什么灵魂的思想的关系的爱情的 得差不多得了 这是他老婆的人生哲学 我们不需要成为灵魂伴侣 我们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好了 养生对吧 我要延迟必经 必经什么意思 我要延迟衰老 我要和与天斗其乐无穷 我不愿意老 对吧 我要保持我的女人的生育的能力 必经了我就 虽然我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但是我要青春永驻 对吧 花药年华 切十六 然后这句话翻译的肯定翻译错了 或者是完全就不懂 什么叫不做 不是更书心 事实说海军是说意思 其实你必经了也没什么不好的 反正那个东西是一个自然的 年龄到了就自然是那样的 而且你这不是还少了很多麻烦吗 对不对 然后你甚至都不用考虑避孕的事情了 从此以后 就这个事情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对不对 他老婆转话就是说 反正你回来之后 他觉得吃十六 他这话是有意思的 你回来之后 我天天在家吃饭 这是因为海军给他的服务 然后我吃这些十六 也感觉健康了不少 这个话跟海军的幸福 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没有 这个女人是极端自私的一个女人 完完全全是极端自私 而且只在乎那种表面化的事情的一个人 我是真的是最不喜欢这样的人了 然后说你越来越尼尔 这个越来越尼尔 这个同样的词 以前他的手下在瑞莱家中 闹发酒疯那次也说了 你别看他很尼尔 但是他其实厉害起来非常可怕的 他也是尼尔 尼尔当然说也象征着所谓的阳尾 性功能的这种减退 或者是说performance的这种变差 然后又是一掰两半 你看影片里头有多少次的一掰两半 用烟一掰两半 筷子一掰两半 石榴一掰两半 而且暴露出来这个愤怒 我听你这么说 海俊虽然脾气很好 但是这样的话语对我有什么帮助 你光说了我回来之后对你的好处了 难怪我抑郁了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我 你以为我是石榴 对吧 我就是给你来去增加你延迟必经的一个工具 是不是这台词写得非常好 是不是真的这台词写得非常的好 你就是把我当成了一个你延续青春永驻美颜的一个工具 我就是一个sex robot 然后我现在在这方面你觉得我失去兴趣 因为我天天在家 原来我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对不对 是不是现在天天在家得天天都得当你的服务的人 然后这个时候有趣李主任又出现第三回了 还第四回了 李主任天天就是关注你家这点事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糟糕了 然后用别人的话来打击自己的老公 然后又开始统计学了 他特别喜欢这种话术 百分之多少 怎么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什么样的事情 你他最大的问题 其实海郡最大的问题就是跟你生活不幸福 你不说提高自己一点点 你变成一个会爱的人的人 不要这么自私的人 不要这么控制于这么强的人 不行 你就是想通过这些外力去帮助他能帮得了吗 然后最后喝别经 别经 大家可能你们年龄很小 你们要在九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所谓马家军 那个长跑很厉害的时候 电视上天天放一个广告 什么浙江 什么什么集团 什么圣日 还什么集团 中华 北京 那个马军人出来 我们都喝中华 北京 那当时宏极一时 是不是不知道 骗了多少人 多少钱 有用吗 就是这些养生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 其实人们用来去骗你钱的东西 在我看来百分之九十九 我就客气点说吧 百分之九十九 这些外部的干涉 其实帮不到你 真正能帮到你的 就是你怎么去了解真相真理 怎么样去过一个 其实本来符合我们被设计要去走的一条路 那是那个最重要的事情 看他最终想的 其实不是说我关心你的异域症的 是因为你荷尔蒙不够了 所以我不幸福了 是那个性别的性 我不幸福 男性荷尔蒙暴增 这真的是 你说我再能包容你 我还不知道你 我真是看透你了 然后我不包了 甩手 恶心 对吧 什么人吗 对不对 然后他现在马上装受害者了 哭了是吧 海俊 作为一个表面上的东西 我知道社会对我的要求是怎么样 男人应该怎么做 但是这中间是巨大的鸿沟 我身体不会往过走的 我就是胳膊长 我能碰到你就好了 我安慰你 我试图去安慰你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爱的姿态 是非常好的镜头设计 然后这个调度 他哭呢 就是说 又开网回走 我真的很幸福 然后他最后说了个 你和杀人和暴力 违半才会幸福他 笑 但是这个我之前说过 他笑其实基本上是一种对对方 我还能怎么办呢 这是非常荒诞的一种喜感 荒诞的喜感 你真的了解我的需要吗 你就是认为我就是只是追求那些东西 我是不是追求那些东西是因为我追求不到 比如说咱俩能够有个好的关系 哈哈 但这句话更重要的是说连下一个桥段的时候是又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连接 你跟杀人和暴力为武才会幸福吧 啪一个耳光 然后再啪一个耳光 这个地方这就是暴力和谋杀 对不对 杀人和暴力 那这个话是不是也说给瑞来听呢 或者说给我们观众听呢 你瑞来是不是就只能天天刀口上舔血过这种生活呢 对不对 你怎么就找一个这人 你就天天和暴力和杀人在一块吧 很有意思 他又是穿着红色的衣服 对不对 海警方 这个时候可还不知道在哪吃香的喝辣的 对不对 但是吃香的喝辣的过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就慢慢看到了 这个叫什么铁头还是怎么样 一个中国帮派的一个混混 然后他妈是什么生病了 特别孝子 但这段剧情再一次在情节上是极其不合理的 或者是真的翻译出了严重的错误 但是我们就看情绪吧 我觉得这种电影纠结情节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情节本身就是工具 这哥们就开始摔东西 这镜头也挺有意思的 居然能够谈回谈回谈得这么狠 这是怎么更玩法的 可能里头是有个特别bouncy的高弹的东西 我觉得汤维在这个地方演的也很差 真的 我觉得是 然后台词都说不清 抛下我就跑了 不在 他说了个不在 但是这字幕的听 听的人也是厉害 能听成混蛋 但是不在 他确实是念的也不够清楚 然后躲的姿态也 我觉得就是something is not quite right 有一些东西让我觉得假了 这个是演的不好 嗯 然后他就因为他最后啊 拿了这些都是铺垫了 就是铺垫最后的他他妈的葬礼了 以及说到底是谁杀了他的第二这个新任老公的这些事 嗯 然后从从场面看来讲又不够暴力啊 然后又不是很新奇吗 他就拿叉子给他插了一下 然后当然假发啊 这是新的就是说锐来第二次婚姻之后的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假发特别多 越来越假了 越来越在意这个外面的这些东西了 啊 假假发一揪下来 然后这句话什么 我我也就是人女十分钟吧 哎呀 我觉得演的特别不好 看你麻面 Why 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能够停下来 看你妈面 然后是因为你你在你妈面前是一个乖儿子 然后我跟你妈告状去 所以你你这样对待女人 你会让你妈很伤心的吗 我觉得这个特别弱 从逻辑上就不能特别说服 我觉得说这个地方他能够一下子被被说到 手手先停了 这种这种暴力型的冲动型的人格的人 我不觉得能被这样的话能够劝退 而且还还流泪了是吧 为什么满我的眼睛总是满怀泪水是吧 Why 我不知道 然后念的台词极其的别扭 你说也不是中国话 也不是哎呀就是怎么搞的找的这种演员呢 就特别的别扭 我看在这段我是最不喜欢了 先放冷贵存着 哎呀会不会念台词太假了 这个地方最讨最不喜欢的一个段落 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俯拍了一个中华别京的养殖基地 然后外头的警车闪下了海郡的克金狗眼 所以这个地方海郡回了离谱之后 然后就开始经常要点眼药了 当然这个地方是很有喜感的地方 在于说原来他在浦江都是办大案子 都是命案是吧 那是刑警能够做的最高级的活 那来了这之后 什么破案子 都是什么丢了58只土鳖是吧 真是土鳖是吧 就是屁大点事 然后但是他这可能在这就已经算大案了 损失多少市值300万韩元以上 这两个你别说还长得挺像的 你不觉得吗 就是说养殖的大妈和他的亲猪手 然后农民的诡诈是吧 就是你开口就要价 你58只鳖土鳖就能卖300万韩元 他才不care呢 他就是这种小案子 但是这不是闪下了克金狗眼 然后要睁眼 我这个抑郁症的这个说法是从李主任传到他老婆嘴里头的 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然后他还觉得挺佩服他 是关了关了 对吧 至不至于啊 丢了58个边 你搞来多少辆警车在这下 这是甚至浪费大家的工奴 你这纳税人的钱就这么造呢 然后当然再继续色彩的匹配或者说这种pattern的匹配 就是匹配到电视上 汤薇在这儿 瑞莱在家里头 还是红衣服啊 非常的堕落的一种生活 不如原来了 原来至少还穿的还看起来还正经点 对吧 原来自己照顾老人那段是自食其力的 所以这个财富给他了更大的一个腐蚀的一个作用 他更没指望的 是越没指望是越采用物质上的方法去想办法让自己显得过得好 你看他后面的这些假发 是吧 这都是一个人又继续混乱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的生活 这生活幸福嘛 对不对 然后喝的这什么不知道清酒还是什么 然后关键这个地方是这盒寿司啊 这是当时当年海俊跟他第一请他吃的那顿豪华寿司晚餐 这是他心里头所有觉得值得美好 想留下来想回忆的事 那能回忆出来吗 手机他有新的手机了 iPhone一年换一个但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海火焰的壳就一直留着 因为这里头有他存下来的海俊最后一番动情的话对吧 特别悲催了 你看这个袋子和当年在警察局一样 当然这个还是这个手词非常重要 是说那个名字叫导嘛对不对 西嘛 导的这个事等一下还会出现还会能看到 这是一个电视剧 演的是说那个核电站出事故的这种不知道谁演的是不是袁冰演的还是怎么样 他又开始学了他不再学古装剧了 说古学古装剧当时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现在要学现代剧了 然后这句话后面他说过 就是说你叫我怎么办 一样一样的话我相信是一样一样的话 否则的话他不会在这学这个的 然后这是他老公找了个信号打来 因为他老公天天就是骗人钱到处都天天都得换信号是吧 细节细节 这个时候再次交代一下寿司 他也不是真的要需要吃 而是我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样的一个是导的这种让我回忆起来原来的事对吧 后来当时酱油小小鱼的瓶子也再次出现了 为什么第一次的时候海骏挤了他自己的酱油吃 其实那个时候瑞来并没有 当时的两个酱油壶 一个是完整的一个是空的 对不对 他也要去学习另一个人了 两个人就是互相请募的时候 就是说他怎么做我也怎么做 这是我觉得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不是为了吃 就是说刚才和我说的那些一样 什么是那个真正留在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事 绝不是吃喝玩了 绝不是这些化妆品 绝不是那些假发 这些家具 这些豪宅 那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东西means nothing OK 然后他他这老公很奇葩 真的是一点都不在意他是吧 他也知道 但是他还是要去让对方感受一下 你看我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就是要搬家 对不对铺垫的 同时就说咱俩之间没问题 这他老公新老公问 不用说 doesn't really matter 这事情还重要吗 咱俩本身也不是说因为爱情结合的 对吧 要搬家的问题 搬哪 就看电视剧看的 对吧 搬到核电厂附近去 那不是在那拍的吗 对吧 那电视剧在那拍的 这个事情就为后来的情节买下来了 那继续用警报灯的红灯又是一种危险 他来的这个地方当然是危险的 对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挺坏的话 其实就是我就特别不喜欢瑞来 就是说这种人 不择手段 为了要看到海军在哪 这么个大楼 这种大楼特别的土 对不对 和那个釜山的不太一样了 很老的这种感觉是苏联式的这种建筑 里头你就看到我们小时候才有这样的楼 我们小学就是这样的楼 你看这楼在外头 还是大白天都是雾是吧 然后一帮人 你也不知道什么年代的 感觉就是挺土的 土鳖 然后你这里头还有一个人 在这 我感觉这是为了讽刺基督徒 还是或者其他什么信仰的人 害怕 上苍保佑 吃完了饭的人 他这手下跟谁人家都不爱搭理 这也把这个角色丑化得太厉害了 他就完完全全是个comic relief 不至于吧 有这样的人吗 他在讨厌 你还能就这样就走掉 警报出来之后 大家就出来 人家他也不抽烟 他真能忍住 他抽烟的事情真能忍住 也是一个狠角色 能戒烟的 然后他就不吃深浅的讲 你觉得我还抑郁吗 然后他点点头 我还觉得你还是抑郁 我是因为睡不着觉 穿皮鞋了 这台词我真的不是很喜欢 就是说他表演的方式我不喜欢 但是这编剧没问题了 他自己又开始记录他的那一面的东西了 他又 海瑞 瑞来现在试图去模仿原来的海骏了 海骏原来就是有什么事就这么记吗 他现在也用一个apple watch 我也开始学你一样记 他看到他了吗 没有 但是他眼睛看什么呢 似乎看到什么 又看不到什么 暧昧 of security 就心灵感应 是吧 你相信不相信 问题 穿皮鞋了 这也是一个铺垫 所以这个人说的这些话 其实是为了病治 在心里头 他想听到的是 瑞来说这个 他的现在小跟班的说的话 就是非常的各种小聪明 这电影里头 公于心机的地方特别多 变焦镜头 是一个又是一个这儿的新公寓 所以来抽烟 绿的烟灰刚刚没带着 他老公是一个narcistic的人 就是自恋狂 自打狂 你说你他先他在屋里抽烟 然后你刷牙 拿个电动牙刷 你要非得照着这个镜子 你也知道这个地方外头能看见 然后欣赏自己的身材 这就是表现的他极端自恋狂 为什么要表现这个 跟后面他们两对夫妻的相遇 是有关系的 这个俯拍的rockfish 深海鱼 然后死亡凝视 通过死鱼眼 死鱼眼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鱼眼镜头 literally鱼眼镜头 大家拍摄影的都知道鱼眼镜头 就是看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扭曲的样子 然后按完之后 找找机器猫老公身上哪个兜里头有湿纸巾 并不熟悉 他并不熟悉 找了半天没找到 拿湿纸巾的戏 等一下会在这场超级复杂的戏里头 要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那他现在锐来 我们看看这个是谁先看见谁的 他看 他所以说理论上 这是应该是海俊先看到锐来的 锐来来这儿 当然是为了让他看到的 然后锐来戴的假发 他这个包后面也会还会再出来 里头穿的是蓝色 他预期当中会遇到他 终于遇到他 他是第二个发现的 在四个人里头 锐来是第二个发现他们相遇的 发现相遇 确认对方看到自己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是说 我得告诉他 我现在又新婚了 然后拉向自己的心肤 那整个的人的气质就变了 就是成了一个爆发户了 用过把瘾就死的王志文的台词 就是怎么跟个鸡似的 是吧 然后他们两个四个人同框的时候 首先是说这两个往过破镜 往前往上推 感觉把这两个人trap在中间 然后反打过来 你怎么在这里支持海俊说的话 导演让我们看的是对方的反应 这个地方当然通过剪辑可以调整节奏 这两句话接的是非常紧的 你怎么在这里 我掰来没多久 两个人互相因为不知道对方的企图到底是什么 然后得想办法迅速的给对方一个设定一个正确的期待值 我不是过来给你捣乱的 甚至对吧 这时候海俊是懵的状态 然后这个四个人的新的重新建立 是用这个侧边的镜头 这个镜头用中间分开来讲 就是这边是一家 这边是一家 是吧 等一下这个事情就会不断的变化 这场戏超级复杂 因为涉及到的人物特别多 我记得当时当年讲Fargo的有一场三个人戏的时候 三个人戏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四个人的戏就更变化是无穷的了 用斯皮尔伯格的话讲来说 这样的剪辑的可能性是几乎于无限的 他如果每一个角度的所谓的coverage都拍过一遍的话 后期剪辑所需要做的选择就可能性太多了 他俩先确认一下眼神 因为他老婆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问人家这么个话 你认识他 对不对 怎么认识的 他们是谁 然后他就要去解释 就是说我问的原因是因为咱们这儿搬来任何人都是很奇怪 也不是说有多么我和他有多特别 但是女人多敏感的 对不对 瑞来这时候接话 我喜欢两个人同时看瑞来 这是瑞来的主观视角 然后瑞来先跟对方的太太自我介绍 因为他没有见过 对吧 然后他用这个举动同时默认就说我们确实我和海军以前是认识的 他老公新老公听到中文韩国话 他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小小的哼哼哼那样的声音挺好玩的 他知道这个事情最关键的事情是他因为他知道听到说中国女人的时候他想到了原来海军跟他在床上温存之际的时候讲到的一个案子 就是说一个中国女人死了留下一个冠夫 然后海军说自己在调查这个冠夫是不是凶手的问题 这个事情他一下子脑中click原来你在撒谎 他也快速演动 因为他想到了这个联系 他肯定还他的注意力这时候是什么呢 给他一个单独的镜头 他这个时候第一个眼神应该是看瑞来对不对 然后他在因为瑞来在在介绍他老公其实是主要说给海军听的 就是说我要让你知道他知道什么 那这事情非常非常复杂 特别不好讲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自恋狂 这种自恋狂又对自己的新的太太其实也无所谓 你爱以前给爱搞啥搞啥 他真的在乎吗 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社交叫什么 社牛症是吧 社交牛逼症的一个人 然后四个人是他最先伸出来手和对方的丈夫 有这样的一个交涉 这个镜头就突然就变成 他介绍完自己之后 重新回到一个那男的就没他什么事了 然后这个夫妻之间呢 现在是瑞来站在他们当中了 他特别有意思的是说 他问完他先问 瑞来 海军的太太 说你为什么要来 你看很有意思啊 人家说你们为什么要来来这儿 他不知道别人说的话的这些上下文的情况 他还问人家说你怎么会来离谱 这个话是这个这个瑞来新老公说的 而且是先问的他我记得先问的海军的老婆 然后他说说话这个话的同时呢 镜头横移啊 就是一下子呢 这两个人就成了一伙的了 就成了一头的了 他俩就成了一头的了 你从后面的这个谈话来看和他们人物关系来看 也是这样的 这个林浩信问说你们为什么来这儿生活呢 他第一反应不是要去回答这个事情 而是看他老公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在这儿生活 是因为你不让我当时跟你搬去釜山吗 还是说你做了什么亏心事 所以你从釜山搬回来和我一起做了 刚才我知道了这个中国女人的这个问题 你有可能撒谎啊 你有可能这个事情没办对吗 然后你其实是自我驱逐也好 或者被降级也好 总之你的信心可能跟这个事情有关 这个疑心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他怎么控制自己的疑心呢 我刚才碰完鱼眼的手我还没动呢 然后镜头在这个时候运动 同时给海俊打亮的是瑞来的眼睛 他俩贴着是非常非常近的 然后这女的他老婆拿上湿纸巾擦 其他人这两个人当然也看了说 这人挺特别的 我们跟你说个客套话你都不理 因为这个时候那女的在处理自己心里头 非常多的心理活动 他也意识到他终于想到一些说辞了 就是说我先找一个事做 这样我可以多给我自己时间去想一下这个事情 怎么去回应 然后这林浩信看从他这得不到答案 还没完呢 说你怎么会来离谱啊 这个时候镜头又又又运动 现在海俊要从边上移到中间 隔在他这 他其实就是心理上 我真的觉得说 让他挨着我吧 把你们两个赶快分开吧 我要保护他呀 是吧 他有很多很多可以解释的范围 但是这两个运动是对应的 和刚才那样的一个挺有意思的设计 很尴尬 就是尬聊了半天 然后海俊是说 别人只要问我就要回答 说问我为什么要在这生活 说因为我太太在这上班 他这个时候他太太擦手擦完了 擦完之后看什么样的 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细节在这 拿着 没有什么语言 就是怎么这么没眼力架 我擦完了 机器猫你给我提供湿纸巾 现在我擦完垃圾 你也帮我揣着 老公该做的 他这个时候已经 这个动作完了 就是说他已经想通了这个事情 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怎么应该处理这样的一个场面 刚才是对方的男的去主动跟握手 你们两个海俊和瑞来之间 因为你们要避嫌 你们不会去握手的 我们这边要回礼 所以他主动的和对方的太太握手 我要介绍一下自己 你不是跟我介绍了我自己了吗 我也要还理一下 还故意安排了两个人扫镜头 这个是 这叫什么 我觉得更像叫英语中文有个词叫 a train of thoughts 一堆念头就过去了 快速的处理了一些过去 自己的一些情绪 然后其实也有挑战 笑里藏刀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从大地方搬到我们这 而且是为物来物 是好像多么招人喜欢似的 他心里头肯定也觉得物不是那么好 他在这只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见识霉君的厉害 这个霉君其实出现最明显的一次 就是他和海军第一次做爱的那场描写 海军跟他一边做爱 眼睛却描着墙角里头的霉君 这个事情已经是烂透了的一个东西 他俩的关系是一个发霉了的一个东西 变质了的一个东西 你要来这 我告诉你们的关系也可能要变质 这是很微妙 他还在那 本来想着说 我就设恐 但是我要装一装 对不对 亲爱的你真是 但是说完这个话 他就演不下去 你知道吗 又很尴尬 然后这个事情是被林浩信看在眼里头 这个剪辑真的特别复杂 两个男人两个女人 对不对 这是两个女人的镜头 两个女人的镜头 就非常的对照 两女人 两男人 然后捏手指的镜头 后来 海军又做了一次这样的动作 这个动作被谁看到 我觉得也是被海军看到 海军总是想希望通过模仿 锐来身边的男人的一些举动 来去希望取代锐来身边的男人 这样的一个表达 我认为表战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 他他也体会到什么 这个眼睛 疼狠的抖了一下 因为他看出来就是说这句话里头 其实他有在两个女人调节的时候 等于说失礼的部分 你为什么能够当着一个外人的一个女人去说自己老婆不是 通常这个绝对是打击 这是绝对的打击 没有女人会愿意有这样的丈夫 有这样的举动 这极其不成熟的男人才会做的事情 他从这个地方阅读出来 就是看来他俩之前是有一腿 然后一方面有恨恨的意思 一方面也是说我现在这是我的婚姻 所以他伸手够他 显出来两个人本来没有那么亲密 但是说这是我的 这是我老婆 这是我的猎物 你离得远远的 然后他同时也在讲 就是说我们来这 他要去撒谎 他们两个都在撒谎 然后这个时候看起来又是左边是一家 右边是一家了 对不对 又重新建立起来一个表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 然后他的说法 他随手就这一套编出来的说词 是肯定是瑞来说给他的 因为这个电视剧是他看的 对不对 说就是说我这老婆很疯狂的 就追追星 所以看那电视剧就来这看这个 他会买账吗 他再看一下审视一下瑞来 他就是说不一定买账 但是他要表现出来 就是说不留痕距的 所以他说你是导游 那你来这的话 你看他说这个话 你真的觉得是和海峻后面所辩护的一样 就是说我老婆是因为在那工作的 所以他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 你们不应该把他很严肃的工作当成一个娱乐的东西看待 这是他的想法 或者是说他言不由衷 为了说点什么而说的 真实的情况不是的 真实的情况是说 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很无聊的工作 一个其实一点也不sexy 没有吸引力的工作 但是在两个女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争夺当中 你看你的女人也看中我所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的工作也可能也是非常光鲜的 而且他很开心的是说 别人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被拍成电视的 对不对 那多是有吸引力 我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工作 那不是很好的吗 所以嘴上说 这个地方你们不应该用这样的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去卖做娱乐 一方面其实把注意力归到自己身上是很开心的 他说真的让我们很头疼 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他假意的 只是为了表达自己 我真的不喜欢你们这么说 而是他其实是享受的 而且这种享受我们后来再看到 他的海俊说的这个话 他是完全不明白自己老婆是什么样的人 还是说他就是为自己老婆在打圆场 他老婆才不这么想 OK 所以你想他俩真的一点默契都没有可以说 然后他说了一些 其实who cares 没有人在意什么核电厂安不安全的 很尴尬 这个是个完全的尬聊 聊完之后就也知道自己说了 说了个啥 对不对 然后对方林浩信非常不无情的 其实是嘲笑你 你现在真的看起来抑郁了 你连一个正常人正常的社交都没有了 所以一个射牛一个射恐 这两个男人在这场戏里头的对比是这样 然后其实这两个人是一路人 海俊他老婆和这个林浩信 这才是真正的一路人的 他们其实真的都是最特别追求那种表面的东西 极端自私自利的典型 他是拿着自己的专业去骗钱的 他是拿着自己的老公去养生的 他们两个互相看到就说 嗯 我知道你 我看过你 然后那个当然这个林浩信开的这玩笑就是极其的突然和 他自己也觉得觉得自己挺风趣开开开出来之后很尬是吧 没有人觉得合适的 嗯 这是comic relief 这再一次是喜剧桥段 但是你看他对他其实是挺有好感的 这男的还其实还挺有吸引力的呢 嗯 你还是外表上好看呢 对啊 我男人很伟啊 李主任都说了 怎么这么帅的一个男人 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了 对吧 哎 这个男人呢 表面上就是帅啊 对不对 那他要脱了衣服那个样子 那才是exactly这个女的想要看到的男人的样子 对吧 不是那个脱了羽绒服之后 我是大海什么 对不对 人家是说那个对着镜子 瘦一瘦他的腹肌 所以这两个人其实特别特别的合适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两个镜头就ok交代完了 这两个其实是情愫暗生啊 或者是说那种哎呀离路人的那种感受 然后切过来之后呢 他俩就进入二人世界了 镜头就变得更加的压缩感强烈了 就又贴住了 然后背景就全部被虚掉了 因为这个是身边的环境都已经不重要 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世界 我们必须得通过这些据细微的这些动作来去让他们不用语言去交流他们彼此的这种思念和疑问哈 他的第一个疑问没有话啊怎么回事 我的头发吗 这是假发 然后同时按摩按摩起来这个这个衣服和这个扣子这个颜色都和后面有关系对不对 当然他也有这个戒指的这个意思了 我也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 头发怎么样假发啊 然后你有什么疑问吗 有什么想知道我的吗 你的鞋嗯在那个楼里头 锐来说什么对不对 说穿皮鞋了呀 这是他自己留下的 我见了第一面就是说你你怎么穿起皮鞋来 你以前不都是穿那种小跑鞋吗 对不对运动鞋吗 我还让你系过鞋带啊 这是我们共同的回忆啊 在这里不用奔跑 说这个话反正当着自己老婆当着对方老公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但是这两个人就是他俩就是默契他俩就是能够交流 然后这些对不对 你又回到了一个其实更表面化更没有活力的你也不能跑啊 对不对 你你其实挺爱跑的 对 然后他也穿的这种高跟鞋对不对 这都是一个自己装饰起来的自己对不对 这是一个当我们要面对世界的肮脏的世界残酷的世界的时候才需要的武装 我们没有人在家里头穿这些东西对不对 因为那个东西不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很微妙 然后这个地方用门外拍的这个死亡凝视镜头 然后交代场景空间 这个镜头当然再一次是先藏后漏啊 莫名其妙的我们还在前景还在关注他在干啥的时候冒起来一水怪 然后他在水底下思考这个事情啊也是跟水有关系 但是这个水是完完全全看不见的啊 泡泡沫泡沫嘛这是个浮华的一个东西啊 这是他他的性格的一种很好的一种表达 他心里头当然想着说哎呀他对我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他就装的就不知道他说什么呗啊 你说衣服吗是吧 不是啊 这个镜头 这当然就是跟那个之前心理医师建议的你们家有热水吧啊 你回了家之后也都是听老婆的 这尊医主就是尊老婆主 泡个脚 有用没用呢 没用 OK 解决不了海郡的抑郁的问题 只要你们两个关系好不了 只要他的最最关注的事情好不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用 对吧 这个地方他就提出来他的关切了 就是他当时在农贸市场的那个怀疑 我要跟你谈一谈啊 然后他他老婆非常清楚的知道他老公撒谎了 因为他关于李主任的谎是一样一样一个模式的谎话 他太知道了 所以好吧 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为他最后李主任把他东西搬走 已经是铁铁板钉钉的事情了 然后他讽刺他 你怎么总是办错案呢 两个案子就那么巧啊 都是中和中国女人有关系的 然后两次你都办错 这边胡话你都不会边 这是刚才我解释过了 关于他身份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地方 感觉他被压压板两个家板夹在一起的 可可怜怜的 他都不能跟他一起去泡澡的 两个人你按道理不能在一起泡澡多幸福 让他光着身的坐在马桶上泡着热水 只泡脚就够了 是吗 那你躺在浴缸里头都是热水 不也连脚都一块泡了吗 就医生说泡脚就泡脚 这是关心人的态度吗 这完完全全就是把对方当工具的一个表现 然后通过这个内衣啊 这些他他女性衣服的提示 就是说这个这电话是是他采俊他老婆的 对不对 然后他拿上电话 他们两个在农贸市场恨不得就是说 咱能不能有一见钟情 然后咱们就约炮呗 对不对 看起来我也明白你当时那个意思 你应该能够接受我这样的一个暗示 然后咱就来呗 对吧 这个渣男还在乎这些吗 你看他照镜子那个样子 你就知道了 他一定是这样的人 对 他这个时候都已经人生都走入末期了 一屁股在 都已经很难有人身安全的时候 满脑子想的都是难道女昌 这就是exactly literally难道女昌的意思 他觉得是 是吗 他难道我对他的阅读是错的吗 对吧 这个女人很显然 我觉得对我是有意思 他都特别强调说 我电视上怎么怎么样 而且我比电视上还年轻 这些事情没有道理是白说的吗 他们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谁知道呢 是他老婆后来把这事跟海俊提了吗 没有 但是拿的另外的一个事情说了 对吧 海俊他老婆简直也是糟透了 然后切鱼 海俊在切鱼 同样的电话 刚刚刚完了之后 震动 这边也是震动 他老婆再一次 同样的角度 他第一次回家 周末回家 见他老婆那场戏 也是这个角度 只是夜戏 那一次他老婆是举的iPad过来的 这次拿的书过来的 永远在家都没有跟他有什么真正的个人的接触 都是工具 都是我的时间 我的事最重要 这个鱼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道具 也是 屠杀谋杀鲜血危险 他老婆 这地方台词写的真有效率 恭喜你 啥人 这是非常好的写作 然后再说完话音一落的时候 历刃就把这个 我们这叫什么肥肋 就是吃鱼的西方大部分都是这么吃 就是把皮切掉 头切掉 只吃那个中间那两片肉 然后一跺脚 穿着这个 进入案发现场 跺脚这个看的就是简洁挺爽的 然后刚才农贸市场唐维穿那蓝鞋对不对 没有再穿了 why 他其实他现在还是穿的高跟鞋 等一下我们看到 但是他没穿那个 可能就是觉得那是我跟新老公在一起穿的 能不穿就不穿 那是一个我的伪装 17处 这么多人 就是在这么个小地方 你刚才觉得丢了58个土鳖 这些四辆车是不是够大阵仗了 现在杀了人 当然得满房子都是人了 是吧 然后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庄重 穿的和大白似的是吧 你看多少人 天哪 一个案发现场 你原来他们在釜山办案 那三个人就去了嘛 对不对 这派过来一个连了差不多 然后他这小跟班就是碎嘴 一直无穷的10万个 为什么 那走的这些地方还挺危险的 因为游泳池的水已经被放空了 底下有人在拍照 然后这个地方接了这么个镜头 他要去再一次是说 没有这个好就好在没有 这是死亡凝视 其实 用反过来接了一下 如果这两个顺序稍微倒过来一下 你又可以说那是个死亡凝视 这是又是一个死亡凝视 对吧 这是显然是林浩信死者那个角度 他为什么要在过来之后 弄弄关节呢 是说我就想揍死你是吧 我原来第一个他那个第一个瑞来的丈夫 我就想把他揍死 现在你不用我揍你也死了 然后又是一个劳力士 这个事情再次触发了他的这个 这是他的回忆 当时拍齐先生死的时候 然后闪白 闪光 然后又闪自己在记忆中闪下了自己的磕金狗眼 然后点眼药吧 他在来了这个离谱之后 办两个案子 土鳖一次 这次一次都得点眼药 这种东西是如此的不堪 怎么样 还是说我越发的糊涂了 我越发的迷惑 他跟瑞来认识之后就没有再点过眼药嘛 对不对 就是在此之前 他还是觉得自己拿着Apple Watch 结果自己换成个Omega 这些是不是广告我都不知道 没办法继续录音了 因为这个录音这个事情是一个对他来说是有个有创伤性的事情 原来我记是记了好多关于瑞来的自己的小日记 现在不行了 那东西去堵物伤情不能弄了 然后你看不行 接下来 然后他就要去对峙一下 他觉得这个是瑞来故意怎么就不放过他呢 他很愤怒是吧 你看这两个这个镜头 这样的一个并置和刚才他们在瑞来家的那个距离就更远了 然后中间有个什么呢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岛啊 这不就是那个寿司那个品牌吗 两个人 什么意思呢 他们中间隔着水 然后有个岛 就说我们人人都是孤岛吗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连接 但你要想就说岛其实某种程度是说你把水排干了之后它就是山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叫险山露水吗 对不对 那那个游泳池的意向是什么呢 游泳池难道不就是被排干了水之后 它也没有山吗 既没有山也没有水 他的跟他的怨恨主要就是说 你是不是故意来这就是觉得你杀一个人 只要我在你肯定就能脱罪 是这个意思吗 反正你你你这些跟你混的这些烂男人渣男们都是要一个一个杀掉的 你要得到自己想得到东西 一个是想得到身份你得到了 现在你想得到财富 可能你也将要得到了 但是你为什么偏偏就在我的管辖的范围里头做这事 是因为你上一次我让你脱罪了 所以你就就又找我来了 瑞莱说我有这么坏吗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电视剧里头出现的一句话 这句话说完之后 他也他也觉得我说了个啥 同时又觉得说 你到底坏不坏关我啥事呢 是吧 我就是这个事情让我太难做了呀 你又把我最痛苦的事情激发出来 然后我又不得不去用我的职业操守 我得从小自信 我一定要把这事办好同时 然后我还得跟你打交道 这事特别的emotional 特别personal 然后这样的一个镜头 就和他们第一次见面在警察局一样 端端正正 我要客观平稳公正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这是我希望在你面前的新的一个形象 给了脚一个特鞋 一个就是说那个蓝鞋是撤在门口了 他平时的时候 你能不穿就不穿那样的鞋 那样不是一个 在他看来不是一个好的品位 他并不喜欢把自己装扮得和封尘女一样 那是那个他的新的老公的一个品位的想法 可能他为了迎合他 为了和他更match 更匹配 然后海峻又得跑了 他又得脱皮鞋了 对不对 这前头都已经交代过 像鹅卵石一样 鹅卵石一样坚不可摧 我们先记着这个细节 然后海峻这一次都没有什么等待啥 反正刚好这个死者也是在这 那这个案发现场就要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调查和搜搜补的工作吧 但是跟第一次就不一样了 对吧 第一次他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亡者的家去去搜搜集证据 这次就直接进了家了 他还在问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事 也是一个comic relief 他问的每一个点都戳在他的心里头的最不爽的地方 这就是不是冤家不剧头 他不知道这些上下文 但是他把它说极了 他又说了一次 那个当时跟自己前一个小跟班说那个是一样的话 然后他也觉得你干嘛没完没了的 comic relief 别人 你跟别人说话 别人也不搭理你 也就海峻可能nice enough 非常的好 总是给他回话 然后他拿的这个包 就是唐维在农贸市场里头那个包 然后也是等一下他再出来说 能让我拿上包走吗 这句话格外的问的莫名其妙 说他跟他介绍了 我们釜山的时候跟他见过 他丈夫死了 他又问那是他杀的吗 如果理论上是他杀的的话 那不是瑞莱早就应该在监狱里头了吗 对不对 那现在瑞莱没有在监狱里头吗 然后但是他说的这个话 只有他听了之后有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首先你为什么这么笨 其次 我知道是他杀的呀 然后他就是觉得是说 对我虽然逻辑上不合理 但是我也觉得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冷静冷静 说说实话 然后他把这个自己心里头都不爽 跟他在暑假抱怨了一下 然后他还在那没完了 说刚才说左撇子啥的吗 现在这是右撇子 但瑞莱是右撇子啊 他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啊 跟他解释这些事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这是挑战于不停玩的 就是说review 藏和漏啊 搞了半天 其实瑞莱在刚才的某一时刻已经来了 然后他听到多少呢 不知道 他觉得蛮尴尬 拿手包 好吧 今天我讲累了 就先到这吧 希望下一次能够讲完 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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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